同一个人的两张照片,差距能有多大,简直就像是两个人啊,让人不可思议,一起来看看吧。 林庚金的对比像书腹肌啊,光头的时候,就像是游泥的中年大叔,但是有刘海的时候,又秒变小鲜肉啊,一样间喜的可塑性真的好强啊,可以将头发剃成展光,展现少年男子汉的一面,也可以穿上粉色的卫衣,眼眸里都是温柔啊,这个男孩可天可言,是你喜欢的类型吗?还有白羽吗? 私生也是个大男孩,尤其没有胡子的时候,真的超的呢,也是非常好看的呢,有了胡子之后男人没升级,在不同的画风里来回切换,白羽真的是厉害了,昨天还挂掉了胡子当本次福利呢。 看完了明星,再看看路人的对比,这个是同一个人吗?气质差距也太大了吧,可以中性打扮像一个假小子,也可以中短发女人味十足啊,可以看出来,颜值真的很高呢。 还有大家都熟知的网红小姐姐,在视频里面真的非常好看吗?颜值也很高,但是直播画面就瞬间老了十岁啊,所以不要轻易相信网红的照片,P图和滤镜占很大比重,不是很真实啊。 最后难道不是小仙女们在家里,VS出门的日常吗?飞着和女神就在一瞬间的改变啊,就问你是否佩服同一个人的两张照片,差距能有多大?你第一个想到了谁呢?如果喜欢我的文章,就请点个赞吧,欢迎一起讨论分享哟,谢谢亲爱的小可爱,们。